TVB小生郭俊安與結婚18年的妻子郭倩儀宣布離婚 一寫激起千層浪 這對曾經恩愛的夫妻 若有一子一女 但婚姻卻在不知不覺堪塌了 對於兩人離婚的原因 媒體報導是因為郭俊安沒有給予太太足夠的安全感 她在高峰期擁有9,000萬港元的物業 但一套都沒有寫郭倩儀的名字 甚至連兩個孩子的姓名都不加 做法惹來爭議 另外 郭倩儀本人也曾在訪問中透露 她與郭俊安常因孩子的教育問題 她能否復出工作而發生增執 兩人對於家庭角色的安排有不同意見 郭俊安從事家庭與孩子 她希望郭倩儀能夠留在家中照顧子女 而她就努力拍戲身前養妻活兒 郭倩儀則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她不能一輩子依賴郭俊安的公養 她需要有自己的事業 也希望子女知道媽媽不是廢物 郭倩儀19歲成為郭俊安女友 26歲正式結婚 之後一直擔任家庭主婦 照顧郭俊安以及一對子女 隨著兩個孩子入讀小學 郭倩儀意識到自己要獨立 她厭倦每天圍繞著孩子跟丈夫生活 開始攻讀各種課程自我增值 過去這幾年 歐倩儀考取了多種牌照 包括航空課程以及船牌 她也攻讀過工商管理等課程 擁有兩個學士學位 近年則考取營養學碩士 計劃成為一名專業的營養士 加入政府部門工作 正因為歐倩儀專注念書 導致子女被忽略 郭俊安因此與妻子爭執 但無法改變歐倩儀的決定 她唯有減少工作陪伴孩子 郭俊安在以前的訪問中承認 她名下的物業 沒有寫歐倩儀名字 而她的解釋是太太嫌麻煩 不想處理各種文件 乾脆不加名字 當時 郭俊安表示 反正她不會虧待太太 會用其他方法補償歐倩儀 例如現金跟信用卡等等 關於郭俊安的房產 全部不捨歐倩儀名字的做法 網友議論紛紛 香港法律對於夫妻財產關係的規定 和內地不同 在內地 一般情況下 在夫妻關係存続期間取得的財產 官是為夫妻共同財產 但是 香港地區實行夫妻分別財產制 夫妻雙方結婚以後 一方的財產並不當然地 成為另一方的共同財產 因而再離婚時 一般不產生分過夫妻共同隨產的問題 郭俊安的房產不寫妻子名字 那就是屬於她的個人物業 與郭倩儀無關 不過 香港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 可以重新安排夫妻財產? 據悉 法院對離婚後的財產安排 主要遵循盡可能保證夫妻二人及子女之前的生活水平 使其生活水準不至於發生巨大改變 換言之 郭倩儀是可以向法庭提出 分割郭倩儀的個人資產 5月7日出爐的一本《娛樂週刊》 已封面報導了郭倩儀離婚事件 並讀家透露 郭倩儀早就向法庭申請分割郭倩安名下的房產 前面說過郭倩安名下物業 在最高峰時期總值9,000萬港元 但隨著他的頻繁買賣以及樓市變動 現在僅持有4套房產總值6,000萬港元 雖然這些物業都沒有寫歐善儀的名字 但他與郭倩安有18年夫妻關係 為家庭付出甚多 法庭會重新安排夫妻財產 媒體發現郭倩安名下的兩套物業 分別是太古城的龍山各單位市值約900萬港元 以及他與郭倩儀的昔日外巢西貢湖居獨立屋 市值約3,200萬港元 在去年3月 被家賞已繼續進行附屬製作申請通知書 經核證的真實副本 而申請人相信是郭倩儀 郭倩儀要分割郭倩安名下的4,100萬港元房產 據報導 根據香港法律 當事人申請離婚後 尋求家事法庭協助裁定婚姻中的 所有財務問題的過程 稱為附屬製作 郭倩安與郭倩儀分居兩年後 一同宣布離婚 做法體面 媒體相信 他們已經就財產安排達成了業議 郭倩安並沒有像外界猜測的那樣 一模不拔 他還是感恩郭倩儀過去18年為家庭的付出 給予了他一定的回報 當初歐倩儀與郭倩安相戀七年才結婚 原來並不是計劃中事 而是歐倩儀意愛懷孕 兩人奉旨成婚 不幸的是 歐倩儀再舉行婚禮前小產 她猶豫過環要不要介給郭倩安 三年後又有了女兒過耳啞 結婚初期 郭倩安歐倩儀表現恩愛 兩人一同出席活動 視娛樂血無犯夫妻 周刊指出 這段婚姻在10年前出現了問題 當時郭倩安與歐倩儀為子女的教育方式發生爭執 兩人分房睡 據悉 郭令山在小學階段多次轉學 原因不明媒體懷疑 跟郭倩安夫婦的教育理念不合有關 歐倩儀曾在訪問中表示 她做家庭主婦的時間太長 整個人與社會脫節 郭倩安顧著工作 她不看電視 夫妻之間不清楚對方的近況 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她也不清楚我在做什麼 我們很少見面 她還暗示雙方的價值觀不同 兩人的婚姻致命相 就是歐倩儀決定重返校園 她不想魂魂惡惡過下半生 她因此忽略了孩子 此事令郭倩安相當不安 郭倩安的資產安排如何 歐倩儀沒有公開評價 但對於男方是否好父親 她給予料肯定 她絕對是好爸爸 比我細心十倍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更像男人 如果十份滿份 我給她十二份 她是超級好爸爸 確實如此 歐倩儀沒有放棄孩子 她投入學業以及復出工作後 依舊照顧子女 此事不像以前哪樣全程投入 郭倩安擔心孩子的學業受到影響 主動減產 管接管送 當起了奶巴 據悉 在郭倩安的努力下 曾經與郭倩安在80年代處景劇 《城市故事合作的梁思浩》 近日在個人節目上 表示在年半前已經得息事件 而且在圈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梁思浩日前在自家節目上 與主持之一的吳家樂 談及郭倩安與包倩儀離婚一事 梁思浩說 我遇到在幕後工作的要緣 我們見面的第一句話是 怎麽樣啊 你們知道多久了 我就說半年前就已經知道 另一個就說已經知道兩年 梁思浩俗說 在去年新年 恰好我去過郭倩安家附近的超市買東西 這個是我的習慣 我逢星期日7時就去拿家店購物 當時我記得是農曆新年 我見到他一個人去買東西 我們沒有打擾對方 但是多多少少有點感覺到 因為以前多數是見到他們一對去買東西 當然啦 我也知道當時他們已經分開了 梁思浩稱 在某年某月某日知道兩人已經分開 原來他接到朋友來電 對方稱是帶朋友走工作 我聽到郭俊安太太說要出來工作 你知道一個女人突然間要出來工作 或多或少會感覺到些事情 我知道他要工作的原因 近年都善兒重返校園 明顯想轉跑道 更成為營養師 似乎一切早已有準備 不過梁思浩而替郭俊安抱不平 我們上一代的女人個個是這樣 跟了個老公養大了子女 自然很無聊過下半世 你看外面的世界抹說不行 但你知道安仔現在是半退休狀態 我認識很多的娛樂圈中人 依然很恩愛他們會兩個人去旅行 都可以看這個世界 不一定要出來工作 而且他們都不擔心前 梁思浩又稱與郭俊安認識多年 我們第一次合作不是在城市故事 而是1985年的獅子身下已經合作 她是一個很循規度舉的人 到現在只要白天由一杯熱奶茶喝一下 她的人生已經很滿足 她的生活很安於現狀和簡單 不過整件事我不是太奇怪 而且我也很欣賞這個人 因為她沒有因為在這個圈太多年 而改變自己的性格 上班就上班 可能喝了杯熱奶茶就就位工作 下班就下班 是娛樂圈少有的踏實之人 在旁的人家樂表示贊同 我們開工的時候經常聊天 因為她喝了很多書 有很多人生經歷可以分享 有時我們聊一下大話心得 她有很多方法去照顧小朋友 歐善儀曾在訪問上談到擔出原因 除了因為舅父的一句話而啟發 再加上她不想與老公郭俊安做同一行 而萌生轉行念頭 歐善儀去年在一個節目裡 提到和郭俊安價值觀不同的問題 提到受一個課程啟發 44歲的自己還有大概20年 可以隨身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反思要為自己而活 還是為別人而活咧 顯然當她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要為自己而活了 斷崖式離婚雖然痛 但離婚之後的兩人 由於走出了理所當然的死胡同 往往更容易發現一個新的世界 走到如今的地步 離婚就不僅是一道情感題 還是一道法律題 想想怎樣切割財產 保障自己利益更實際